在疫情緊繃情形之下 很多店家都要配合實施實聯制 不過花蓮市有一名外送員 3號晚間到牛肉麵店取餐的時候 因為不滿店家沒有提供紙本的實聯制 嫌用手機掃描太麻煩了 他當場情緒失控 取餐離場前居然拿起櫃檯酒精 對著客人餐點來狂噴 而整個誇張的行徑都被監視器錄了下來 外送員拿了餐點準備離開 但經過櫃檯時卻突然失控拿起酒精對餐點狂噴 誇張行徑都被監視器錄了下來 沒想到整起事發原因 單純只是因為外送員不滿店家 沒有提供紙本實聯制 嫌手機掃描太麻煩 然後店員跟他說我們店裡 就是沒有在提供紙筆的 因為怕會接觸感染 然後他當下好像心情不舒服 不是很開心吧 就走出去拿手機進來 然後掃完 餐取好了就走到背台 然後就對著那個餐點一直噴 然後就說了一句話 我也怕你們的袋子接觸到我 後來我看到他那個舉動 我就走出去 我就詢問他說 你一個外送員 然後你把客人的餐點 全部酒精噴成這樣子 那客人接受到餐點的時候 全部都是酒精味 那怎麼辦 然後他一開始也不以為意 他說最後沒有什麼 然後他有下車把餐點拿出來 我連隔著口罩都可以聞到 那個酒精的味道 就怕客人吃到餐點出現不適反應 店家趕緊上網PO文 引起一面打法 就連外送的同業也直呼太誇張了 麻煩歸麻煩 那是疫情的關係 一定必要的必然的 所以我覺得說那沒有什麼 那是個人的想法不同 而且你把那個酒精噴在食物上面 你叫客人如何去吃它 不可以去噴餐點 只能噴我們自己的手 餐點的部分都不可以去動 並追葉陽外送很辛苦 但業者也是很無奈 只希望在防疫期間 大家能夠互相配合彼此尊重 借學歷情華聯市報道